上个礼拜一 忍者讲了讲2018年美股投资展望 中心思想是一句话 傻瓜能赚钱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有一些观众盖到忍者观点后 一开盘就把美股卖了 忍者自己也不例外 在接下来的一周 我们笑眯眯的看着纳斯达克下降了3% 标准普尔下降了3.3% 道琼斯下降了3.6% 这是过去两年最大幅的股市调整 这周或许还会继续 这么准确的判断 不禁让忍者闷心自问 难道我可以判断市场变化的时间 Time in the market 是投资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这里指的市场变化 不是第二天股市会涨 还是会跌这样的小变化 而是市场是否会从熊市转为牛市 或又从牛市转为熊市 这样的大变化 在过去100年左右 熊市如果按照回调20% 或更多来定义 出现的次数用手指都能数出来 在大多数投资人的职业生涯中 只会遇到四五次 从个人经验和历史数据来讲 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机会 练习识别熊市的出现 即便忍者上周 正确预测市场回调的具体时间 运气的因素很可能大于技术 大多熊市将至的预测 是基于市场总体估值过高的判断 其实在股市过高的时间段里 大部分时间价格还会持续走高 拐点只会出现一次 所以找到正确拐点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传统的投资经验告诉我们 牛市的时间长度比熊市长很多 如果你卖掉了手里的股票 最大的风险是会错过新一轮的价格上升 因为股价不是每天匀速上涨的 错过了大涨的时间 你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弥补 在1996年到2015年的5040个交易日里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化收益是8.19%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上涨最厉害的10个交易日 你的年化收益迅速下降至4.49% 如果你错过了上涨最厉害的20个交易日 年化收益只有2.05% 如果你错过了30个交易日 就要亏钱 不过在你决定永远不卖股票之前 让我们看看 如果你正确地躲过了下跌最厉害的10天 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从1998年到2017年的数据看 如果你投资10万美金在指数基金里 不买也不卖 20年后你会收获26万美金 如果你错过了收益最好的10天 20年后你会拿到13万美金 但是如果你躲过了最差的10个交易日 你能收获55万美金 也就是说躲避下跌比捕捉上涨更为重要 要知道在过去的100年里 美国股市有95%的时间都是在收复失地 对于为了退休金长线投资的人来说 买了忘记是小白投资人最优的选择 但是对进阶一些的投资人 如果能躲避一两个熊市的侵蚀 对你的投资回报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之前讲过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判断是一个维度 另一个维度是在整体股市估值偏高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不应该是空仓或是满仓 可以考虑下面这些基本的风险控制和调整措施 首先赚钱的股票不要一次卖光 要慢慢减持 其次在牛市不赚钱的股票在熊市里不会更好 所以不要不舍得卖 最后上面两种操作腾出来的现金 等好机会出现的时候再买入 感谢收看忍者ATM逆向自卫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